臨死 自古逢秋悲寄了 我言秋日盛春招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饮诗情 道必消 你觉得你赢了是吗 恰恰相反 你输了 安王这会儿 大概已经死了 张亲人 回去告诉程尚公 合作愉快 是 我说过 你保不住的 又像大人 你想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这是催了甘草的意料 是做新龙袍圣家的 你想到了 对 光有甘草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圆花 我看你 做新狙袍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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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你肯定想问 为什么我要杀安王 齐燕也是垂死之人 神仙难救 而安王有女族支持 他日登记 只会比齐燕更难对付 最最重要的是 我找到了同盟者 难道你不想知道 帮我放圆花的人是谁吗 十三 还没认清现实吗 现在的你 谁也救不了 想救天下 想救大兴 只有一个办法 灯 祭 大人 即 即时将至 灯 本宫累了 快去 把齐燕接来 让他参加大典 就说 陛下吉人天相 他 应有了好转 膳未 暂停 是 让神医 去齐燕那儿 让他再想想办法 给齐燕续命啊 给齐燕续命啊 是 来 好喝吗 好甜 太甜了 我觉得挺好喝的 多喝一点 好 真的好甜 再来一口 行了 行了 再喝一口 好 来人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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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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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追追追追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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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要如此冥顽不灵吗 陛下驾到 陛下 陛下 朕 回来了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安王 今日一早包庇 就此良才不得已 派人将陛下接了出来 陛下 小爬 是怎么死的 据说是中毒 九子良也已经在彻查此事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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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病怎么样了 去休息一下吧 梁爱卿 朕的身体 是很难恢复了 就算是活着 也不过是苟延残船 所以 要早做打算 陛下 了 老山 快 咱俩 老山 老山 手 你既来找我 必是已从承熙口中 知晓了一切 然后呢 打算怎么处置我 向仇子粮告发我 还是 跟我联手 把接下去的棋 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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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您为什么 要对李大人说那样的话 朕倒下事 李德云手握赵仪军 又暂时掌控了神才军 却如此轻易地就被卒子困住 还毫无作为 陛下 您是怀疑李大人 朕提防的不是他 而是至今躲在暗处的第三人 所以 所以我们要继续释入 等待对方行动 不 这一次 我们不等 只要不想天落地亡 引军入翁 нали 听闻 你咱们 赵仪 南卦 走 这次 被吃死你了 但我去吃喝酒 不得吃喝酒 等会儿 我去吃喝酒 我去吃喝酒 你们吃喝酒 我去吃喝酒 我去吃喝酒 你吃喝酒 是谁更换了竹筒 是福士安王的那个老太监 辅度自尽了 搜了他的房间 没有找到线索 龙袍呢 据上一局招供 说是有形似承熙的人 出入过放龙袍的屋子 承熙 又是你 是你 竟然是你 真的是你 难怪说是爷爷的故人 难怪暗中帮我 难怪不肯杀齐 不肯杀安王 也难怪承熙会那么笃定 你能登记 一切的一切 我所想不通的那些事 都是源于这一个答案 所以 真正晚了的人 是你 你是因为要寻先帝遗诏 才潜入将棋营 成为右相的吗 是 也不是 丘子梁手中的神采菊 势力过于强大 想要削枝 必须理应外合 见将棋营 已埋内患 扶子一举 已输外敌 这盘棋 从朝露之变起 就已经开局了 就已经开局了 若是没有我 恐怕早已将军了 对吗 你明明活着 却从未来找我 找你 找你做什么 找你做什么 光王殿下韬光养晦 藏的那般神 天下人接到你是个痴呆儿 长大后 又隐居一羽 不理俗事 我找你帮我报仇不成 不理俗事 又像大人 早知我王若清的身份 若是真的同情我王氏一族 为何不宜开始调命 我需要重新布局 好让你安然脱身 因为你不信任我 因为你不信任我 你不信任我 亦如我也不信任你 我已家破人亡 任贼作父 人在局中步步惊心 你不信任我 我谁也不知王 谁也不信 你之前所为 左马右鞠 韩月王林 他们都可以说是 私有余辜 可安王 他只是个孩子 又是其事而孙 你杀了他 就算今后大仇得报 又有何面目 去见仙族 我不在乎 当仇 你利用我爷爷 将我们王家 牢牢地绑在了 你这条船上 然后招路之便 我们就一起遭了疑 你 爷爷为了保护那道遗仇 那道船 为给你的遗仇而死 那么多人都因你而死 却是我 活了下来 好 山啊 我 真的 我 你 这个 爷爷 之后我就发誓 我发誓我要报仇 以牙还羊 以血还血 怎么样 陛下的伤还有多久能治好 恐怕治不好了 禀大人 还能活多久 陛下活一天算一天 好 你先下去吧 是 看来下一任皇帝人选 义父要快些做决定了 陛下 神医为何也说您命不久矣 你觉得呢 神医 也是第三任的人 帮您瞒着仇子良 那这第三人 第三人 还真的是神通广大了 是啊 现如今只有一件事情 是真想不通的 是真想不通的 他为何要如此地大费周章 去做这些 不弄清楚的话 无论是书是赢 朕都不甘心 你确实应该恭喜我 我验证了光王就是佑孝 真正的幕后第三人 这局棋 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掌控 那你刚才跟光王他 演戏而已 我之所以同意 和承熙一起联手杀安王 就是要逼佑孝主动献身 我都有点糊涂了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怀疑 佑孝就是光王的 原醒 原醒 从原醒说 挑唆之人是他的侄子开始 原醒会那么说 无非两个原因 第一 他被佑孝收买 第二 他中了佛剑孝 你是从佛剑孝上 怀疑到光王的 是 佛剑孝能有第一盆 就能有第二盆 我还曾想过 光王也是佑孝的人 毕竟我们都亲眼见过 佑孝摘下面具的脸 那是替身 我又去查了一下光王的身世 发现两个有趣的地方 第一 你知道光王 在皇子里排行第几 十三 十三 右下的法号也是十三 那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承熙自称是齐虎之后 十三的姐姐 但献宗十八女 可没她这号人物 所以 承熙不是献宗的女儿 光王的生母正是 在侍奉献宗前 是镇海节度时齐青的事件 齐青谋反 被献宗皇帝杀了 而正是 则入了宫 生下了光王 承熙是光王同母一父的姐姐 没错 这就说得通了 当我发现这两点 在联系了所有的事情后 答案便呼之欲出了 只是我始终不敢相信 光王就是真正的右下 直到前夜 承熙来找我 好久不见了 燕之姑娘 承上姑娘 你真是镇定 看见我 居然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 你迟早 会回来找我的 我且问你 齐燕是否真的被石渊刺伤了 她还能活多久 承熙虽一心想要齐燕死 但更不想让安王登基 两相权衡下 不如杀了安王 她觉得 你也要杀安王 是 最终 我不知元花 她不知甘草 我们一起 杀了安王 多久 看as bon 所以 安枉他其实 他死了 从今世上再无此人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令解 我不知道 本打算想让安王先登基 让仇子良放下戒备 而我给程若瑜的药方 也可暂时保住齐燕的性命 如此 埋了八年的那颗棋 就可以放心用了 可如今安王暴毙 仇子良恐怕不会中计了 若是你早些与王若卿相认就好了 是啊 太晚了 当年燕至营中受训 我还远远见过你 却没能把他认出来 不论如何 只要你与他相认 他一定愿意跟你一起联手 是吗 灭门之仇 不会因为我而消弭 信任 也不会在一息之间建立 尤其是受过伤的人 就跟受过伤的动物一样 会格外警惕 防备 不过这一切都是我该守的 赵禄之变那天 我救了那么多人 却都都没有找到他 但你救了他妹妹呀 你打算何时告诉他 他的妹妹还活着 我不知道 此事一旦揭晓 鱼儿得知 他一心守护的陛下 竟是他的仇人 他都 nie想带着 我才确保 打算 要必要 你 我 你 嘻嘻 嘻嘻 怎么了 做噩梦了 姐姐 什么 我有一个姐姐 一个关系很亲密的姐姐 你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刚刚 梦见我坐在亭子里 跟姐姐吃樱桃碧炉 陛下 我小的时候 吃过韩岳将军家的碧炉 玉儿 你可知道 韩岳身为左金吾伟大将军 位高权重 能知道他亲手做的碧炉的人 那绝非寻常之辈 小孩能有如此殊荣的 更是寥寥无尽 那太好了 我要是按照这条线索查下去 是不是就能查到我自己的身世了 怎么了 陛下 您不为我高兴吗 不 朕还高兴 我明天去甲库偷偷看看 看能不能查到些什么 快睡吧 生于现患之家 昊尘孤儿 被承熙收养 若共八年 在这条线索查下去 难道是周禄之辈是玉海的忠臣之火 那 那棋非很可能是朕亲自抄的家 图的祖 灭的门 报 何东来迅 十万火急 大人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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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忧外患哪 一起来了 那就来他个 你死我活吧 这 是 张将这丝真是活腻了 是啊 大人 大人下令吧 立刻下令吧大人 下令吧大人 下令吧大人 陛下 李德云大人 让臣尽快告知陛下 张将带着卢从残部 进犯周边 已到危急之事 这些天 张将复求捷月 朝廷有意 拖延不理 他自恃不满 臣曾盗过卢从 却未料到 他竟然如此肆无忌惮 这么快就赞人战火 若臣能早早预料 就不会是这样了 这些人 不得了 两顿 三顿 我 也不得了 一顿 你们 有意 什么 一顿 想想想想要 你 在咱儿三的侵扰 这一战 是避免不了的 可终究 要怪臣的无能 臣从不认为陛下无能 别担心 朕已有解决之策 不行啊 请您发明瓦 师凡镇兵瓦的队伤 如今两边开战 兵力粮草 全都不够啊大人 要不 要不议和吧 就给张江分个节度使 再嫁个郡主 郡主过去 如何 对啊 大人议和吧 大人 大人 和亲吧 此即刻刑的办法 大人 大人 大人你考虑一下吧 回去吧 是 走下去吧 是 是 大人 是 大人 大人 就行 叫神医过来一趟 其实 汽海服动是好事 意味着大人 负担练功又有突破 事宜闭关修炼 只是 现在的时机有些不巧 内忧外患 本宫这个时候 哪能静下心来闭关 左剧回来了吗 战火四起 路全断了 他来信说要玩几天 朕无 卢从 像是商量好的 靠这帮庸才 还是不行 可是 又不能交给李德云 李德云想必已收到了 卢从的消息 传令下去 就说陛下 身体不好 需要静养 免出一切证物 外臣一律不得觐见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 让陛下见到李德云 是 陛下 齐什么 来 坐 来 喝口茶 李德云都跟你说什么 陛下怎么知道 是李大人给我传的消息 雄武军使张忠如 特派军力到河湾 见了李大人 请求率兵 征伐张将 那李德云 具体都说什么 李大人说 陈印台张将等人 都是先兵变 后上奏 不可用 而张忠如不同 张忠如上表不成 仙臣密宽 应而可用 那你怎么看呢 卢从这地价 来不下去了 承天不是你的 就是他的 不认识 不管谁上去 都一个样 没有一个把我们的命 看在眼里 我这把老骨头 怕是整不下去了 娘 您再坚持一下 再走实力 就到张忠如大人的底盘了 那李太平行 能给咱一口饭吃 我之前到卢从的时候 对张忠如有所耳闻 张家世代在卢从 威望极高 战乱令百姓流离失所 张忠如主动收留百姓 民心向之 世代助手 威望极高 张家也有可能 想把卢从 当成赐流之地 为所欲为 臣认为 总好过于 陈印太张江等人 陈印太张江等人 对于卢从 只是匆匆过客 毫无家乡情谊 而张忠如对卢从 就如同我对恒安 这是我的家 我总是希望 家乡越来越好 太平祥和的 朕知道了 来 你看这里 张江的军队 已经深入到这里了 边境地方军 素来无能 挡不住也很正常 那神才军呢 神才军的主力 以为邱子梁派去别处 一时间 也分身乏术 陛下 要不然让我去刺杀张江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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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